欢迎各位学习员回到我们的课堂 我是传致播客讲师传致草地僧 下面呢我们继续给大家讲 函数适配器 刚才呢我们给大家讲了函数适配器的第一个 就是它第一个用法 就是把两个参数进行绑定 当然这是绑定第二个参数 如果你想绑定第一个参数和一个预定一含真相 那么我们就用1 放的1n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函数适向的理论知识 函数适配器的理论知识 在STL中呢 一定定义了大量的函数对象 当然有时候我们需要对函数返回值 进行进一步的简化 简单的计算 或者或者填上多余的参数 比如说这个参数就是很简单的案例 那我们这个函数 函数对象 UK2 它应该是两个函数参数 左参数和右参数 左参数是来自容器 右参数是来自一个固定的值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想用这个棒的 保定在一块 这个时候呢预定函数对象就出产了 函数适配器就出产了 函数适配器它有四大类 保定适配器 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还有一个组合适配器 组合适配器 还有那个指针函数适配器 还有成员函数适配器 这里面呢用的比较多的是前两种 那么其他的你利用看一下的实验 在稍微用到的时候 工作中也是在用的时候 那你再把它看一看就可以了 那我们看 STL标准库中的函数适配器的辅助函数 这几个函数就前四个 需要大家现在就应该很清楚掌握的 那么我们看 这是函数 函数适配器的理论知识 下面呢我们再看常用的函数适配器 常用函数适配器就是这四个吧 就是相当于我 我就是把上面代码给单独摘出来了 保证器 把二来源对象的一个13 绑定到一个特殊的纸上 将其转化成一元函数对象 这个用法就是这个意思 刚才就是刚才我们夹注实的意思 然后呢 西线家标准库中提供了两种预定义 保证设备器 一个是棒的 1ST还有2N的 就是前者实现了二元函数对象的第一个参数 或者呢是保证第二个参数 还有呢一个趋反的 下面呢我们就给大家做一个综合型的案例 做哪一个综合型的案例 就看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 这个e is greater 就是大于 是否大于 比如说我们就是写了一个位词 比如说大于2 我们就返回真 否则就返回假 这是一个位词 这个位词是个判断式 对不对 下面呢我们做一个 做一个什么呢 vict 在vict里面插入元素 插入元素以后呢 我们可以求这么几个案例 求通过位词 求大于2的格数 当然你可以求三的格数是多少 通过位词求大于2的格数 通过位词 通过预定一函数 你可以通过预定一函数 加上棒的 求什么呢 大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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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的格数 像我们也可以什么呢 求取摩能被2整除的数 就求基数格数 求偶数的格数 那么这个综合案例 就把预定一函数对象的上面这四个函数 都给大家演示了 下面呢我们就做这个综合性案例 综合案例呢 我们把它做到这里吧 我们22 OK 就是寒说适配器综合案例 是吧 那么来一个综合案例的啊 然后问问问问 跟上我的思路哈 OK 那 下面呢我们准备做什么呢 啊啊 我们准备 做一个综合案 其实这点都不难对吧 V1 在下面呢 我们就V1点 V1点Push Pushback 那我们这样吧 嗯 Pushback吧 行 那么我们放清函 插入数据 这个是I等一个0 I小一个十个元素吧 I加加 那这个时候呢 V1点Pushback 然后呢 我们把I加1 给插到这个容器里面去 下面呢 我们再来一个放清函 这个放清函呢 呃 切换一下 数据法又乱了哈 那么 这个放清函 V1点Pushback 应急 ITRate IT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给大家说实话 V1点Pushback 然后呢 IT 然后呢 不等一个V1点Indo 然后IT加加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输出 新好IT 再输入空格 啊 那这样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例子给 这样啊 F7变运吧 把这个例子给跑起来 走 那 嗯 一到十啊 打印出来了 咱们说一后呢 下面呢 我们 假设我们要求什么呢 求入 大于3的格索 大于3的格索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Cons这个算法 COU问题 它输入迭代器的V1点PG 然后呢 V1点Indo 啊 这样也不难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是 3啊 那我们就输出 呃 No.1 然后 来一个No.1 再来一个Indo 那 那三个说 应该是一个 你看 啊 一个也出来了 那下面呢 我们 在这个场景之下 假设一个CO字 嗯 OK 下面呢 问题就来了 我们 什么呢 通过位置求大于2的格索 通过位置 这是我们的需求啊 通过位置 求大于2的格索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应该写一个位置来求大于2的格索 这样的话 我们应此No.2 那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是Cons有E服 这个啊 ConsE服 这个它它仍然是输入V1点PG V1点Indo 啊 那这个时候 你看它输入一个位置 其实啊 PRED是吧 这样的话 我们就 就来一个位置吧 这个这个位置呢 我们就用Ease GREATE 啊 当然 你跟这个地方 你也可以写个回调函数啊 一个 是GREATE啊 用这个吧 2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需要写这么一个啊 写写 写这么一个 嗯 类的 充在那个 函数 DONE UNIFO 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structure SRUCT OK 在这个场景之下 啊 我们就开始这个类的边写 那我们可以 让别人写个过程函数 让别人输入 是吧 因此 哎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哎 啊 当然因为class吧 那这个是public啊 public 那 再来一个 PRE PREASE 那 因此 我们这个是num 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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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给他啊 做一个复制 这是很简单的操作 然后呢 来一个operator 重载 重载 然后呢 应该是 不管类型 是吧 为什么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 那 GRETA嘛 它就是 比较某一个值 和比 另外一个值大 那这个是固定的一个 数 嗯 传了一个num 啊 那就比较什么呢 嗯 written 如果 如果 那就是num 比i大嘛 如果比 你传了一个i 吧 那存下来 就written个tru 否则呢 就 written个fals 那这样写啊 这样的话 这个位词啊 就貌似 写好了 啊 这个地方 有个小错误 我们把它修改过来 啊 也可以被别人 掉动了 那这样的话 你看 它这个函数怎么做的 它这个函数怎么运行的啊 就是说 嗯 你传来一个2 2接下来了 然后呢 它会 你这么一写的时候 它会自动掉 这个位词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函数 然后呢 它会把容器中的每一个值 然后呢 传到num这里 然后呢 和你这个2进行比较 如果大于2就返回处 如果不大于2就返回fals 是吧 那我们走一遍 走一遍 这个还得把它给输出出来 那我们走一遍 那我们走一把 你发现 嗯 大于2的数 应该有8个 3到10 啊 确实是8个哈 那 就对了 这个呢 我们是通过位词 求大于2的个数 下面呢 我们再来一把 我们想通过什么呢 通过通过函数对象 通过预定义的函数对象 预定义的函数对象 求大于2的个数 啊 那通过道理 嗯 我们给它占一把 啊 这是num3吧 啊 后面我们再说 那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使用这个预定义的 嗯 这个它应该是用什么呢 用那个great 啊 great great呢 它应该 类型是因此型类型的 是吧 然后呢 它和 二进行比较吧 和二进行比较以后呢 你得绑定的参数吧 那用bund 他啊 也就是说great的ft变义吧 great它应该有啊 我们这个地方看 先把这个预法给调过去啊 看哪这样有个小预法 把这个地方 你得把这个函数对象给搞出来啊 这是匿名的函数对象啊 那么你看这个它是不是很神秘的一个操作 你看这个是不是两个参数啊 它重担了这个还是对应运算服务 然后呢 它左参数和右参数 我们把它给站过来啊 它有两个参数 我们看它是怎么运行的 这个逻辑啊 这个great的函数有两个参数 其中它的左参数来自于什么呢 容器的每一个元素 然后呢 它的右参数绑定成什么2 这样的话 这个conc这个算法 concif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通过预定一函的对象啊 和保内函数啊 就实现了什么呢 实现了一个重要的操作 有两个参数 有两个参数 左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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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容器 嗯 的元素啊 右参数 固定乘2 哇 你看这个固定乘2是通过谁做的啊 嗯 就是 通过括号啊 通过帮着他嗯 做的 做的 哇 这就是 这个 这几个函数我签讨的本质啊 ok 这个请大家一定要小话 寻书啊 跟他们的思路啊 下面呢 我们再做一个案例 求什么呢 求 基硕的哥说 求基硕的哥说 我们先把它给加一把 这个是呢 是No.4 比较合理 那输入No.4 输入No.4 然后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做这个了 求基硕的哥说 如果这个硕被二整除 不能被二整除 是不是基硕啊 那那是不是不能被二整除 应该查哪一个 应该对二求鱼吧 对二求鱼 应该是 应该是哪个他说 想想 model 哎 他啊 呀 这样的话 就是基硕了啊 ft变成吧 你 我们看基硕的哥说是多少 是5个 1 3 5 7 9 1 2 3 4 5 就是5个 下面呢 我们再 再来 求什么呢 求偶数的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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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想了 那 那 是不是在 这个基硕上 呃 对 二 被二整除 那就是偶数吧 被二整除是偶数 那 在这个 情况下 如果他说他不是位置吗 是不是我们可以对他轻轻去反 如果对去对他去去反的话 那 呃 就可以做到 not 去反的应该是 no 他 他 嗯 那他加上了啊 那 再加一个 括号 嗯 就是5 这个是 5 就是5 那就是偶数 偶数 ok 那你看 这个去反 这个我们也把这个案例给大家用上了 1 啊 这是个1 这是个1 因为他一个参数嘛 对不对 哎 你看 偶数的构数等于5啊 也出来了 嗯 这样的话 我们通过这个综合的案例啊 把 呃 嗯 绑定 函数设备器 还有函数设备器的前套 也给大家讲了 呃 这个点呢 需要大家消化和吸收 呃 呃 在项目开发里边也是 是 能用到的啊 能用到的啊 用到的机率不是很大 但是呢也是能用到的 那 这样的话 呃 需要你掌握的这个案例啊 我也给你标标出来了 呃 那么这个案例就给大家讲到这里